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 第一点就是张希的证词 每一次都有着较大的出入 第二点张希进入酒店前的举动有主动导向意识 严重一点来说就是法官对张希的审理将在下面的庭审之中发生改变 而且不再对张希表示持有宽容的态度 之前的庭审法官好律到照顾女当事人的情绪与个人隐私问题 并没有传话让其出庭 而且当事人有权拒绝出庭 但从新政与旧政的结合看来 张希的确在法官的眼里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从乔林当地出色的华人代表人物 那边了解张希一直是处于女强人的阶段 甚至在工作上面有过一些自私交易的前科 而这一切是与其工作有关系的 当然高云祥能建筑到此案之中 也是因为他去实验工作 才被张希给搭桥高云祥而进行到此阶段 在30日的庭审之中 张希将与高云祥和王丁同堂的可能性极大 甚至会对新政产生博弈人阶段 而对于这一种情况 澳洲专家律师表示 如果法官对张希的态度表示了否定 而且不再宽容他 那他还有一种会选择的可能性 而且提大 那就是走民事补偿的路线 说得直白 一点就是在庭内进行民事之间的补偿解决 也算是有了男女双方都退步的一个空间 而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是取决于法官 对张希昂旭出庭的态度和证据博 依得量来决定的 当然总体事态的发展 已经慢慢好转 可以预测到的是高云祥案 已经进入了到了真正的逆转阶段 而且此时的案子发展 决定了后续他最终的结果 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一切好转 也希望案子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我可以预测到的是高云祥案 我可以预测到的是高云祥案 我可以预测到的是高云祥案